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各位老师 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季下来之后呢 感觉我们的关注度一直都是比较低的 甚至好像觉得我们是个透明的 可能类似吧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找问题 但是不知道到底出在哪个方面 想要请教各位老师 我会觉得你们的问题是没有特色 就是你们风格每一场都在变 提起郑洛宇你们乐队是什么大家想不到 我跟你们一块成长一块录了那么多期 可能我想到你们只是你们几个人的名字 找不到什么点来抓住我 其实最开始郑洛宇去选A4的时候 唱的自己制作曲然后唱的一个Hello Song 我觉得都很好 大家其实都看到他了 慢慢地他们到后面越来越偏 没有了自己的特点 那提到这个乐队 大家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它 所以说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原因吧 好比特色不如说特质吧 这个问题蛮严重的 没有人敢说这句话 你们会是我们目前乐队里面 明星特质最低的团体 代替白词 戴若沐一老师说到一个重点 当你有这个特质的设计 的时候 你所有的缺陷 你所有的缺陷 没有人会在乎 这个非常关键 �나 你所有的缺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